瑞芳喉童车站的暂体无障碍设施的这个议题 在立委黄国昌服务处的要求之下 23号这一天相关单位再度前往现场会刊 地方以及明代还是希望无障碍设施 能够延伸到对面的猫村去 不过台铁方面提出了许多无法增设的原因 最后结论还是暂体无障碍设施不变 但是会预留在猫村这一边的未来施作空间 滑东地区一年吸引上百万的观光人潮造访 台铁也打算要设置无障碍的设施 也就是电梯 而地方也一直为了将工程延伸到猫村而努力争取 今天23号包括立委黄国昌服务处 应援离义企服务处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里长也再次向台铁陈述地方需求 希望可以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 是不是我们第一次讲的这个方式可以来解决 如果是说你这里这个方式可以解决的话 直接升到三楼 然后再坐过来走这个坐边道 就平面拉拉上来 然后斜坡道就拉得过了吧 无障碍空间绝对 从这里拉下去绝对过的 铁路局这边它要把猴豆车站 增设一些电梯的一个设施 让民众可以这个 有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这边是建议说 在增设这些电梯的时候 可以一并做一个设计将这个电梯 衔接到我们猫村这边 来改善这边无障碍的一个环境空间 让这边的居民或是游客 可以透过这样的无障碍设施来进出这个猫村 不只是里长或是公所 吉利争取 民贷们也是相当关心 议员林英奇服务处就表示 官府里老人很多 无障碍设施的设置迫在眉睫 这部分议员会要求市府方面出面协调 而立委黄国昌也关心地方 服务处秘书陈志强也在现场与台铁方面 你来我往希望可以寻求解决的方案 地方的意见是希望这整个电梯 能够延伸到我们住户这边能够用得到 那但是今天整个会看下来 台铁他认为说 这个是属于地方要使用的 应该地方来付费 那对于这一点我想当地的里长跟议员 这边我们一直觉得很不以为然 我想整个公共设施 也不能只考虑他们收费的部分 应该考虑到整个变民的部分 我想整个活动猫街的一个发展 也会间接的也会带动他们台铁 整个观光的一个收入 我想所以整个政府 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在建设的方面 我想不能单单只考量 自己本身的一个收益的问题 基本上今天的结论 原则上台铁先把从站体端的 无障碍的设施 未来要扩增部分到三楼部分 先把这个地方做预留 那衔接到整个猫村的这一个 无障碍设施可能还要需要再研议 那目前来讲以原本的猫村的桥 再去做无障碍设施的改善 这个在技术上难度比较高 那与会的单位可能大家现在的建议 也包含台铁本身 可能建议原有的站体设施 做无障碍的通道 可能是方向之一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 承接新的空桥 来作为这个无障碍的设施 那这后续部分的权责跟经费的问题 那这部分在中央跟地方 都非常愿意来作为一个协调跟讨论 地方都希望台铁电梯能向上延伸 并搭配空桥直接连接到光复里 不只让搭车的人可以用电梯 当地居民也可以使用电梯上下楼 一次解决多项问题 不过台铁在今天最后 还是做出站体无障碍设施不变 但会预留猫村这一头 未来实作空间的结论 介绍换枪 瑞芳场报道